黄师傅 所以今天您打算做一个什么创新的菜呢 今天做一个双色草芽园 双色草芽园子 咱们做这道菜好像要用到很多的原材料 我看到有各种肉 是的 有什么肉 这是 是鸡肉 这是乌鱼肉 为什么要用乌鱼呢 乌鱼的肉质比较厚 这个是肥肉 肥肉 这个是猪里脊 猪肉又要用的瘦的 又要用的肥的是吗 是的 我惊奇地发现 在猪多的配料中 竟然还有一张猪皮 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用猪皮垫在下面 这肉垂的时候 那个砂就不会垂到里面去 这个做法很普遍吗 咱们都会用猪皮这样做吗 这个是只有我们这个用 只有咱们这个用 只有我们这里用 也是一个创新的发明 这是用刀背这样剁的 用猪皮做垫子 再加上刀背的使用 让整个剁肉过程均匀有力 鸡肉的鲜甜 鱼肉的鲜美 猪肉的鲜嫩 三鲜合一 等肉泥形成 就要将草芽切碎 混进肉中继续敲打 肉和草芽的比例 最好是5比2 这是多年总结的经验 一个半小时的拍打过后 您还能分得出 哪是肉 哪是草芽吗 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了 可以直接捏圆子了是吧 可以捏圆子了 好软 就是这样 看一下您的手法 在里头 这个有 这捏圆子有什么讲究吗 有讲究 怎么讲 这个要把它 在手里面要捏好几下 它筋骨才好 筋骨外形 筋骨外形才好 就才够圆是吗 对 肉泥一次又一次地 从拇指和食指间被举出 一颗颗猪圆郁润的草芽园子 就捏好了 下入沸水 双色草芽园子中的白色部分 就做好了 而这双色草芽园子中的 另一部分园子 还得经过高温油炸 那真的是 这个丸子水分特别足 我觉得 就这样炸就很好吃了 油炸后的圆子 还要经过番茄沙丝调汁 红色汤汁 瞬间赋予了草芽园子 一种富贵吉祥的感觉 这些好像只是草芽园的 一小部分吧 只是一小部分 那我们的草芽园 一共有多少道菜 有几十种 几十种啊 就是这个草芽 一开始的时候比较担心 我们师傅鼓励我们 去多创作几种口味 平常生活中就是 想到什么的时候 就做了 这个草芽园子 就是这个草芽园子 是什么事 还有少许的草芽园子 是什么事 我就是这么做了